欢迎收看第458期武器大讲堂 在美军的武装直升机中 AH-1系列无疑是一款重量级的武装直升机 作为美国专门研制的反坦克武装直升机 已经发展出了很多代 自大生之日起就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种反坦克直升机 其中的AH-1W超级眼镜蛇是目前最出色的一款 但是在未来科技的发展和武器的升级中 AH-1W超级眼镜蛇或许无法满足更高级的战斗需求 因此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提出了 AH-1W超级眼镜蛇直升机架构的升级计划 这个计划的产物就是美国的AH-1Z魁蛇武装直升机 美国AH-1Z魁蛇武装直升机号称高能杀手 虽然名义上面是AH-1W这个型号的橄榄机种 但是它的很多零部件都是重新设计的 根据相关的数据 AH-1Z魁蛇武装直升机 95%的零部件都是重新开发设计 只有不到2%的零部件是引用AH-1W的零件 目前魁蛇武装直升机已经陆续交付 已经于2009年正式建立服役 AH-1Z魁蛇武装直升机 长是7.8米 旋律直径14.6米 高4.37米 机身的外部设计 基本上引用了这一系列的设计 具有载体细长流线型机身 测试发动机间距口 位于串列是驾驶舱后面 不过这款直升机的机身长度 做了进一步的拉长 因为AH-1Z配备了很多的新的设备 因此为了保持平衡 对机身的长度做了修改 在机身的两侧 设计有两边较长的短翼 短翼的一方面可以提供上升力 另一方面还可以提供一间武器挂载点 这一点我们在这248期 欧洲X3型高速直升机的时候 有详细介绍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无信公号 武器大囊中 恢复248卡 动力上面 采用的是更大功率的兵数箱和传动系统 因此没有引用这一系列的两旋翼 而是采用了全新的四月旋翼系统 主旋翼是可以自动折叠的 由复合材料制成 烟尺可以储存在战件上面 其材料由复合材料制成 可以承受23毫米口径高炮的设计 为了提高稳定性 为将也改成了事业的形式 发动机方面 则是延续了这一系列双引擎的设计 配备了两具偷用电器的T700 G701C型波轴发动机 单台能够输出180匹的马力 双发的设计好处就是 可以在一具发动机失效时 系统里能够提供足以维持正常飞行的动力输出 这些配备能让这款直动机 实现411千米秒时的最大速度 其爬升率为14.2米每秒 使用中线为6100米 机身的内部射有自密封油箱 这个油箱也能够承受 23毫米口径 机泡炮弹的设计 机内油箱能够让AH-EZ 魁首武装直升机 幽米的最大航程 当然也可以通过外挂油箱的方式提升航程 相对于AH-E系列的前面型号 魁首武装直升机的升级 除了动力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升级就是 航电设备和征收设备 在AH-EZGP上面 安装有AN-AAQ-30阴眼目标秒准系统 这个系统包含一个 前世孔外承上椅 微光彩电DV 一个激光测试仪 和射眼安全激光目标指示器 这个系统能让飞行员在导弹的射程之外 或是在地面高炮的射程之外 就能够完成对目标的识别和攻击 除了这个 飞行员还配备了法国 帕利斯公司研制的飞行头盔 这个头盔的内部 内置了高星投影电视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通过叠加的方式 向飞行员提供飞行数据 和目标图像或者是数据 这一步让飞行员提升作战效率 在夜间 头盔还可以安装夜视剂 以提供高度提供的夜视能力 可以说 这个系统是未来武装直升机 信息跨作战的最高配备之一 武器方面 两个固定益上有六个挂甲 可以携带AIM-9 响尾蛇空定空导弹 或者是火箭夹舱 或者是反坦克导弹发射器 当安装 AGM-114ABC型 地域火反坦克导弹时 可以携带16枚 安装AGM-114F型地域火 反箭导弹时 也可以安装16枚 在安装19管 或是7管火箭发射吊舱的时候 能携带76枚 70毫米口径的火箭弹 可以说 在武器配备上面 已经达到目前最好的 武装直升机配备了 作为武装直升机 除了远程武器之外 近距离的作战 还可以通过这机笔配备的一门 20毫米口径 三管M197型 加特林机炮 这款机炮被弹750发 是美国通用动力 为美军开发的 电力驱动三管 加特林转管式机炮 使用发射20层 102毫米口径的机炮破弹 这款机炮 其实是M61火箭机炮的 轻量化版本 千管比火箭少了三根 最大射程为3000发每分钟 射程为2000米 这款机炮的射速 没有那么的高 因此能够让它在轻型飞机 和直升机上面使用时 没有那么大的后座力 总的来说 AHEC回车武装直升机 改进了这个系列的缺点 也有更加强大的动力系统 和新进的信息作战系统 因此 其生存能力更加的强大 能在更远的距离 发现目标 并精确的武器攻击目标 可以说 魁死武装直升机 是未来作战中必备的一款利器 好了 本期武器大堂到此结束 更多精彩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武器大堂获取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